在平常飲食 其實有很多的該注意的地方 什麼該多吃 什麼盡量要避免 我們有幾題這個題目 要考觀念朋友 還有我們的球游兵團的 請用這個圈叉牌來表示 好 準備好了嗎 第一題請問一下 甲狀腺經人抗禁的朋友 因為代謝會變差 要避免攝取高熱量 高蛋白 高脂肪的食物 認為這句話是對的請舉圈 錯的請舉擦 請舉牌 好 Phoebe覺得錯 為什麼 說不出個所以然 就是鬼打牆 對 代謝不是不會變很差 剛剛不是提說代謝就是會一直 反應變化 代謝挺麻糕 她現在在假裝先看看 好 代謝都是對的 為什麼是對的 珍珍 我覺得三高好像都要避免吧 好 所以我們正確解答 主任 我一般我會跟病人講說 你甲狀腺抗禁兩個禮拜之後 甲狀腺機能就回復正常 所以高弱量是應該要避免 所以你就是吃均衡營養就好 我希望是吃均衡營養 我希望說因為你瘦的話 你就一直高熱量 高蛋白 這樣子是不錯 所以答案醫生覺得是錯是不是 錯 我們這一題的答案就是 避免啦 但是均衡 因為均衡這兩個字沒有說出來 所以我們主任覺得 食物均衡很重要 但是避免 三高的食物 OK 好 第二題請聽好了 那答案就是 患有甲狀腺機能抗禁的患者 應該多攝取含有點類的食品 例如海帶 紫菜等等 來降低甲狀腺素的上升 認為對的請舉圈 錯的請舉擦 小布 錯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有一個 我剛才說我有朋友 他是這邊開刀嘛 他就是醫生說的是那個低下那一種 那他其實是本身是非常缺乏點的 所以他變成是他在所有食物上 他可能一週就要攝取大概 兩三天就要攝取一些海帶 或是蛤蟆之類 所以他的情況跟這個抗禁是相反的 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我覺得抗禁 是不應該吃點的是不是 講得非常的清楚 好 來 問 抗禁的時候你在吃點 它的原料多一點 不過這個是很難回答的問題 所以是最好在那段時間少吃點 不過我們的人體很怪 每一個人他自己會去調整點的攝取量 比如說你不需要那麼多的時候 我們已經攝取到了 它的吸收率就會變差耶 我們人體有那麼樣 那你再讓它更多 有時候就會停止 它就不吸收了 那所以太複雜了 可是簡單來講 就是說我們假如已經有抗禁的時候 暫時先避免一下 好 所以我們這一題答案是4 因為如果是想要去抗禁的朋友呢 暫時先不要吃含有點的食物 例如海帶 紫菜 盡量是避免啦 所以我好久沒吃啦 但是到什麼樣的程度它可以恢復呢 像它已經恢復的話 我相信它是OK的嘛 它是OK的 均衡就好 因為它身體自己 顯長極質 對 我這邊不能大量 像你們吃什麼海苔片 還這樣有沒有當零食 那是絕對不能這樣 海苔片也不行嗎 我不能在我身上發生這樣 就是我不能可能當零食這樣吃 你們吃手捲啊 或者說這樣吃不可能的 OK 好 來 第三題請教 有假狀性性能抗禁的懷孕婦女 會遺傳給胎兒 導致胎兒也罹患假狀性性能抗禁 認為對了請取圈 錯了請取她 好 請取牌 智利哥哥覺得是錯的 因為我覺得喔 嬰兒大部分 對大部分疾病 都有自體免疫的技能 所以說應該 我是某某屋的觀念啦 不是很清楚 雅蘭覺得會啊 因為我覺得很多疾病啊 都是遺傳的 對… 所以這個應該也有 好 所以我們請教專家 是對還是對 他會遺傳啊 可是他不會說小孩子的時候 你媽媽抗禁小孩子是什麼 他可能二十歲或十幾歲 這個小女生後來才抗禁 對 主要是這個題目有點好像 是有點模擬就對了 對 它要讓人陷入那個陷阱 OK 因為那個很多人會認為說 我現在在懷孕的時候 我有什麼病 那我小孩子又有什麼病 那我小孩子又有什麼病 他會對我小孩負責 可是並不是說這個小孩 生下來的時候就有糖尿病 不是這樣子 是 所以如果爸爸媽媽有這樣子 就是媽媽如果有 假狀腺精神抗禁的 小朋友得到 假狀腺精神抗禁的比例 主任大概有多少 爸爸媽媽有 有假狀腺的抗禁 自己會得到假狀腺的抗禁的話 大概四分之一的機會 就是 對啊 25% 25% 對 可是我可以跟大家講是說 我家小孩子長得跟小布一樣帥好嗎 對 那可能有 我在懷孕的時候 她到目前為止 也沒有假狀腺的疾病啊 對 所以是不一定 就25% 這25% 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來 她會不會有 對 這醫生何時來 她有沒有壓力 就是做媽的 不要給她太大的壓力對不對 對 可是我不信妳媽 好嗎 要講那麼大聲 對 媽 謝謝喔 沒有 有提到說 男女比例是1比7啊 1比7 男性的比較少 女孩子比較容易 不過有時候到五六十歲的時候 才來一個 假狀腺抗禁的 少數的也有 或者是四五十歲以後 慢慢慢慢增加 假狀腺機能低下的比例也有 所以你爸爸媽媽可能抗禁 你可能低下的情形也有可能會有 或者是你光眼睛突出來 那也是在那個遺傳裡面 有些人是沒有抗禁或低下 我剛才講 就是光突眼症的也有 好 再來第四題 請教觀眾朋友還有學會兵團的 有假狀腺機能抗禁的朋友 不宜太勞累 例如像爬山 跑步 打球等運動 都不能做 認為對了請舉券 錯了請舉券 其實對我們假狀腺抗禁的人 是非常好的 好 來 好 表姐 來 給大家喝看 好 來 給大家喝 來 給大家喝 大家都可以喝 沒有去渣的 沒有去渣 我希望大家能夠吃到全食物